好 那就是大姑 就是大姑 趕快算姐夫 這兩個在修擁 所以這件事情 大家會去推論一件事 你雖然說夫家的狀況 不一定全部都知道 可是他們去年就已經有涉案 然後有被調查的情況下 這算是家人裡面大事 他怎麼知道 他在跟你這個call in進來 所以有聊到這個部分嗎 議長是一個我很配合的 口宅很好的政論前輩 所以說一句 如果我就剛才說一句 他說一句就 我交給司法就好了 我就說一句 算了這樣就可以說 我就來爽領通告費 那不是很好 不過我先講一下 是這樣子 因為巧琴是這樣 我今天有大外 稍微了解一下劇情 就是說當然他認為現在因為 老實講因為他是 對國民黨來講 他算是揭臂戰將 他修理民黨修理得很累 所以完全這段有這麼多 所以民黨會不會圍剿 他一定會有 只說現在關鍵是說 他真的大孤營那個大孤的夫婦 到底說捲入的那個 就是說詐欺裡面 第一個 巧琴乾先生也沒有捲入 資金到底那一百萬 有沒有流進去 第二個 事前有沒有知情 這兩個就是這樣子很清楚 他就跟我發誓絕對沒有 如果這也不是我們來講 這也不是大家講的算 如果真的有 減料那查得出來 因為這查金流查得很清楚 你一百萬里米 兩千幾萬里米 絕對金流怎麼流查得清楚 所以他說一百萬 就是給他婆婆 你說 你對他說 誰說你唱歌 友好的媳婦 你對他說 經常要躲在冰凳 沒有啦 這段觀眾沒聽到 沒聽到 那是觀眾以外 你對他說 他或是他冰凳的媳婦 過年或是回家 你說他跟大姑 坐在客廳看電視追劇有沒有 有啊 他跟人家講 去按讚也有啊 還有第二個 他知道他大姑子 我覺得他按讚的理由 因為朗東去挖出來說按讚 那其實基本上一家人 你只要不要講到什麼不相往來 大家不會去 大家不會去騎 不過重點是他說 因為他有求生意志 所以去大姑那裡按讚 我就不理解了 沒有啦 我知道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 他大姑在家裡面 他大姑跟他大姑的先生 在家裡比較強勢啦 你對他那個媳婦嘛 不是啦 他是說吃火鍋 那時候 許好欣好像也在現場 他覺得你等於在現場 又發了文 我就打中沒看到 不安讚 只是他求生意志 是講這件事情 有點社交 有點沒禮貌的意思 他在他家也算是個小媳婦 類似這個味道 這樣子喔 所以現在差不多一百萬 但你了解到說 他第一天就把大姑打成頭痛人物 然後也會騙什麼人家錢財 沒有啦 他知道 他說 第一個 這件事情 他確實說 他是看報紙 報紙問他被動回應 他才知道 他之前大姑有其他案子 是不起訴的 有調查過不起訴 所以 那都佳人 你說 對那個 對他們先生的姐姐 你說 不然我回去都老死不想往來 我也都不要回屏東 不要回國家 也怪 對他來講 我認為是很掙扎 他說 他哭倒在 在哭倒在 傅崑崎前面 大家會在糾結 不是前面 是懷中 好啦 就說至少哭倒了 當然 跟他平時比較堅強的形象來講 是有一點落差 不過 如果同理心 如果坤林老師 你遇到這個會怎麼樣 我遇到這個會怎麼樣 我跟你講同理心 我跟你講同理心 我同理心他老公 因為他老公 第一時間是不在那裡的 是 這個是這個 3Q說的 是他哭倒在 傅崑起懷中之後 他老公才從車子裡走出來 看得到 我媽媽有什麼在那 攬著男朋友在那裡 我是你老公 你有什麼難過的 不跟我講 你去跟這個人講 對啊 這個就 他確實他家裡面 最近事情比較多 他們 他過年講 開桌而已 不能說話 我覺得確實對他來講 很煎熬 所以他遇到這個事情 第一個 就說有沒有捲入司法 有沒有捲入弊案 或有沒有捲入詐欺 司法查清楚 我對詐欺 生物痛絕 他們的大腹真的有 冤架死 如果他 曉欣如果真的有捲入的話 他講很清楚 他就死了 留意不要做 我覺得這很清楚 是非清白很清楚 因為這個邏輯都是從徐曉欣來的 徐曉欣過往說什麼 他說蘇貞欣涉入收購 經營權案 有涉灘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覺得蘇家權請辭 不就是剛好而已嗎 請教一下蘇貞欣的案 給他蘇家權 直接連結性是什麼 你剛剛講的是說 他有沒有涉入 那蘇家權有涉入嗎 沒有 他也要辭 那時候按照徐曉欣的標準 是剛好而已嗎 對不對 對 小芳姐 我認為他完全是毀三關了 第一個是 他讓我看到了 他個性當中的自私冷酷 跟他說謊的一面 第一個是 他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特別是一個女性的公眾人物 他前幾天他怎麼說的 他說為什麼我會到 傅昆期的懷禮窟 就因為我生理期來嗎 我情緒難道可以 我不穩不可以嗎 我剛剛正想請問你 生理期來會這樣嗎 當然不會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這對所有的女性來講 都是一種侮辱 非常大的侮辱 對啊 我們任何一個女性 要在職場上面 要兩性平權 我們跟所有的男性一樣 我們要工作非常非常的努力 才能夠得到大家 共同平權工作的一個尊重 結果他一句話 把所有的都打回原點 第二點 他今天早上講的 這個也真的是毀我三關 他想我後悔 我對婚姻好後悔 他講什麼 他在他的臉書講說 難道夫家的事情 女生結婚了以後 我都要負全責嗎 我好無辜 我一個媳婦來扛嗎 對 我好無辜 我好無奈 拜託一下 徐曉欣在剛開始的時候 她是一個議員的時候 她出道是用什麼 早餐女孩吧 對不對 早餐店的女孩 對 早餐店的女孩 她的先生 剛才朗東也講了 她的先生是醫生兒子 早餐店女兒加上醫生兒子 拜託一下 我們常看韓劇的人 都覺得這個 這應該是嫁入好人家吧 怎麼會到現在 因為你夫家出了一些事情 你作為一個人 然後你卻去切割 我對結婚很後悔 那我現在 我為什麼夫家說的事情 都要我來扛 我無奈 那我不願意 我好委屈 我覺得這個對於 我是沒有結婚 但我覺得這對於台灣 想要步入婚姻的女性 或者是年輕人來講 這是多大的一個摧殘 這就是第二點 第三點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不是要服務公眾嗎 你連你自己家的人 你都沒有辦法 你的大姑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你的姐夫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婆婆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作為一個 為人子女也好 或者是為人一家人也好 你第一個時間居然是切割 我已經兩三年不跟她講話了 我已經兩三年不熟了 所以你的態度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你如果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怎麼對待你的選民呢 選民可以托付給你嗎 我覺得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第四個是 我一聽到 這是她昨天接受訪問的時候 應該昨天早上在立法院 她怎麼講的我照她念 她說 我不可能做犯罪的事情 你要叫我干我什麼事呢 她說如果說 我一定爆料出來 何必等檢察官 我的立場就是大義滅親 如果做了犯法的事情 當然該抓該關 就算我的親爸親媽 只要犯法 我都希望他們坐牢好好反省 對 原句早燈 她的原文是這樣子 多可怕 我不是要你去包庇 假設退一萬步講 你的爸媽如果真的犯罪 我不是要你去包庇他們 你應該鼓勵他們是 你可以去自首嗎 或者是我們怎麼去解決這件事情 她竟然是關起來 讓她好好反省 這多可怕的 然後接下來我就 剛才我們其實講到了 這個就是會演示英雄 昨天何必講的 這是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假設說 她大姑跟她的姐夫的 就是她姐姐姐夫的 那個公司 那個被限制賬戶的 那個事情 如果一旦出來的話 我想請問 這個國民黨所有的選民 當時在這個初選的時候 許巧欣是用 763票贏費洪泰762票 我想請問當時投票 你沒有投給費洪泰 你投給許巧欣的人 當你現在認識了許巧欣 是一個要爸媽 要把爸媽關起來 要他們好好反省 滿口謊話 然後呢 動不動要跟家人切割 然後現在整天 這個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真的是髒話連篇的 這樣子的一個 過去叫做早餐店女孩 你還會投給許巧欣嗎 其實我們很多的面向 都是從人性面在談 她為什麼一直覺得說 她這個夫家 她的姐姐姐夫的這一塊 她甚至啊 因為她說她跟姐姐 沒什麼往來對不對 不相往來 所以呢 就是被挖出來說 有那個一個叫做 偉泰創意的行銷公司 這行銷公司呢 去年11月17號 你在選錢的時候 社群之夜的talk show 不就是還幫你辦活動嗎 那姐姐這什麼角色 姐姐她就是去現場去執行的嘛 結果她後來就是解釋說 沒有啦 那一個公司呢 其實是另外一個陸小姐 在幫忙協助 而且呢 我們的合作不是什麼行銷而已 我們其實只有妝髮 開五萬塊 她就是極盡切割之能事 然後後來郭育群委員 因為她以前在演藝圈嘛 比較知道說 那妝髮的行情大概是怎麼樣 她說五萬塊是要吹幾顆頭 因為她的理解 她的理解是電視簽裝法的行情 就是1500嘛 那如果說你是比較資深的造型師的話 可能大概就是3000到5000左右 那你花一個五萬塊 而且你找行銷公司 再去幫你找裝法 就是一件蠻奇怪的事情啦 所以就人性面來看這個事情 東豪哥有很多的感觸是不是 因為這一次很慘的一件事情 這巧心那個致詩是眼帶全民 全國人面前看 所以叫致詩兩個字 我知道這樣講很重 可是你想想看 她的婆婆 她先生的媽媽 一個是女兒 搞到被收押禁見 一個是自己的兒子跟媳婦 然後就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直接講 這個婚姻 我有點後悔 你想想看 就算你先生可以 可以體諒你 你讓你婆婆怎麼辦 如果傳到老人家 就女兒已經搞搞那麼大的一個事情 還為了女兒 跟銀行借兩千萬 一定是付貸款的時候出問題 所以巧心出來處理 然後你要講成這個樣子 你不能少講一點嗎 為什麼想自私 記不記得那個時候去年選舉的時候 這邊是馬調 因為那個時候為了那個楊 楊智良 張詩當那個長治 對 講了一個也很不得體 叫他回去愛愛 你真的說不出口 沒有 其實楊智良本來是小小 對 然後他就是老頑童 然後他就說就是 就是要小心跟他先生回去真產報國 對 那後來小心莫名其妙被攻擊 那個跟民進黨沒有關係 因為是張詩剛的場子楊智良上去講話 然後不曉得為什麼就扯到那邊去 對 歪去 好 為什麼講說自私 這是巧心他婆婆當時寫的臉書 我是巧心住在屏東的婆婆 巧心和我兒子結婚快要六年了 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考不考慮生個孩子 我的先生意思如此 我們可以理解楊智良老師 公共衛生專家的背景 對國家少指化的有心點點點點點點 結語 最後我再重申一次 我的媳婦許晓欣是我們劉家疼愛的媳婦 他沒有做錯什麼事情 他只是勇敢的走在他熱愛的道路上 恳請大家支持許晓欣 謝謝大家 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其實那件事情 不是公眾人物的婆婆 也沒必要跳出來 不過他婆婆為了要他聽說 又跳出來寫這批 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現在我看到巧心這樣子的表現 這篇真的是他婆婆寫的嗎 還是他寫好以後跟他婆婆講說 我要發一下 搞不好後者 後者比較可能性比較高 比較高 我知道我們人都會自私 我們一定會 你因為是先愛自己 你才有可能愛別人 可是你不能只愛自己 而不顧慮到別人 那是你婆婆耶 他先生這個時候 什麼話都不能講 你政治可以有立場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主張 可是做人的時候 是不是你要保留一點後道 他們家因為他的這個 大姑已經闖了一個大禍 這個禍真的闖得很大 你說我知道但是我不好講 大家可以體諒 你看這三天來的巧心在幹嘛 都在切割啊 為自己啊 都在切割啊 然後每天不一樣 你自己受傷就算了 講成這樣子 情何以看 我這個講這件事情 是不再講政治 因為 可是因為政治人物 又像巧心已經走到立委 他是有影響力 你如果什麼事情都那麼 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事情 你這個立委會傷害國家 因為東華哥講切割 那我們也是說他每天切割 開始轉彎 但是他還是在切割一些人 對不對 那朗東我要請教一個部分 他後面有提到 好啦大姑稍微有被他扭回來 他說他是不是被脅迫什麼 這個我不清楚 跟後面講到一段 跟槍枝有關 那我們本來在聊有關這個槍的時候 想說他如果說一個堂堂的議員 民意代表被恐嚇說要開槍 為什麼沒報警 這是一開始的思考邏輯有沒有 但是你說你看到的完全觀點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厲害的是 巧心是不惜把對話紀錄都拿出來看 對話紀錄說 這個對方就是那個杜先生 你叫我去開槍都可以 你身邊有幾個敢替你開槍的 那巧心回說 叫你去開槍幹嘛 錢還來就好啦 真心的可以可以 我說了可以 我不需要開槍 你把錢還給他 然後巧心就有講到說 這個杜先生態度非常囂張 甚至用開槍來威脅我 那朗東你看到他這個開槍是什麼語音 許巧心他所有的截圖都沒有講 具體的日期 就只有時間點而已 在上午什麼時間 那日期很重要 因為他什麼時候知道 照樣什麼時候檢舉 可是因為我就聽到了關於杜秉承 這麼多過去去在女生身上 詐取賤才的一些惡嫌惡狀等等的 所以我重新看了這篇貼文 就發現意思完全不對了 許巧心解釋錯了 他前面是什麼 你叫我去開槍都可以 你身邊有幾個敢替你開槍的 然後後面 這個許巧心就說 你要我開槍幹嘛 錢換來就好了 他說真心的 可以可以 我說了可以 這是什麼 跟許巧心在調情 他要表現出我很有男子氣概 我願意為你擋死 然後許巧心想要叫他處理 這個錢不確定 跟那一千八百萬也沒有關係 也可能是完全不相干的一些事情 他後面又轉移焦點 他繼續像妝可愛一樣 可以可以 我說了可以 苦瑩老師也是情感專業的這個作家 對不對 你認為這像是一般來說 這是威脅的這個語氣嗎 這個 國文教育真的很失敗 如果照許巧心這樣講 因為這個人是講說 我幫你去開槍都可以 就表示不是我要開槍哪裡 我幫你去打別人 因為從他嘴巴裡面說 甚至用開槍威脅我 但是你看到他的對話之後 不是 他是要幫他開槍 幫別人就是開 你怎麼講 而且我很夠意思 這個世界上還有誰肯幫你 去對別人開槍 後來巧心講的是說 他為什麼講說 他去幫他開槍都可以的意思是 他有槍 巧心後來他有解釋這一段 他有槍 他有看過他的槍 這哪一把槍 部槍 手槍 機關槍 所以這很扯 就是說明明是一個人 就一個男生要要假的 我幫你處理 我幫你處理 我去開槍打他都可以 對不對 然後你還說可以可以 你只是把他要錢 所以這裡面感覺 如果他真的有槍 好像是許小欽 受益這個人開槍 拿槍去幫他討債 他說不用開槍 把錢要回來就可以 那是什麼錢 為什麼他要跟他還有 那既然你都跟這個當事人 有這樣子的對話了 不就代表你牽涉在其中了嗎 不然他幹嘛幫你開槍 你幹嘛叫他還錢 對啊 所以明顯你不要說 是什麼被他攻擊的 什麼利盈的人 在趁機撥尿西亞灣 他這三天三種態度的轉變 都是因為他發文之後 他底下支持他的人 都不以為來 就像剛剛這個玉慧講 他已經違反人 人性了 違反三官了 所以大家都看不下去 這個真正 自立場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那可是我有一個細節 想要再釐清一下 我想說朗東對於整個事情 比較了解 正第二位 我盡量提出我的疑問 那你可以盡量回答 因為畢竟你也不是銀行的人 你也沒有帶他們什麼人 但是問題是 他這個社群之夜 他為什麼要好像跟這個偉泰創意行銷 有要做一個切割的味道 你有就有 這個沒有怎麼樣 就是你創意行銷公司 就是幫你做辦那個活動 也不怎麼樣 可是你就偏偏要講說 沒有我們不是那樣的關係 就是弄個頭髮 妝髮而已 就是那五萬塊 他想要避什麼 因為偉泰就是這個劉項杰 他就是當董事長的公司 那徐曉晴說 這家公司本身清白 有問題的是東陵 但劉項杰他去之前我們講 漢城這個公司 有不起訴的這個案例 然後加上說東陵這個確實 他背後在檢方目前的消息來說 幕後上就是柔度夫婦在做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涉嫌的 詐欺洗錢犯所開的公司 那如果徐曉晴 他又是說他完全 都是知道這些狀況的話 他應該是會選擇避嫌 就是完全就是跟這公司保持距離 這五萬塊都不會發給你 誒 裝法只有他們會做嗎 全家會做裝法的這麼多 一千五就找得到 三千也找得到 你發到五萬塊 早上他要知道做什麼 這就非常詭異 第二 如果說他是要覺得說 我要去幫助他們 就是說這個徐曉晴確實覺得說 什麼他什麼都不知道 我單純的就是說 希望他們就是多一點收入這樣 因為那個偉大公司 也有辦很多比較大型的活動 跟一些國際品牌什麼都有合作 你可以整個活動包給他 五十萬 一百萬直接包出去 所以說他最後推出了一個 五萬塊的這個價格 就是變成非常詭異 因為裝法的這個價錢 就是顯不相當 中間的金油或者是說 背後他表面上是 效應付五萬 偉太有沒有給勞務超出五萬的價值 例如說那邊的那些場地工作人員 行銷網路的這些推廣什麼的 如果他超過五萬價值 你就是拿炸七範所得 來去幫你的這個選舉 這個事情 許曉晴躲了三天 都不敢出示相關的 那場活動的一些單據 所以嚴格來講 他其實什麼都沒出示 他出示的這個line也沒有日期 那我最後簡單先做一個小節 就是許曉晴現在目前最大問題 除了那一百萬跟利息搭不上 這五萬塊不合理之外 最大的問題是他時間點都不敢提 為什麼不敢提 因為他從2021年 這個2022年 這個2021年的12月 就是劉杜夫結婚 然後到開始會有借1800萬 一開始說2000萬 現在說1800萬 然後到許曉晴幫忙 去捐了這個100萬 給他夫家 去處理這個利息的事情 一直到去年初 就是一月的時候 這個去炸七洗錢第一次 到第二次東陵公司 四月之後成立開始洗錢 一直到他們家裡面 要去鬧離婚 然後再到今年的這個 出的這個時候 就是準備要申請保護令 然後就是表示婚姻上 遇到了一些這個暴力 等等的一些狀況 那這一些全部都是許曉晴 就自己講的 但是他到現在 改頭說法說 他四月份看新聞才知道 他連他的這個姐跟姐夫 被收押進去19天他都不知情 你要怎麼樣說服社會大眾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這種程度 他剛剛不是有那個說 他的那個婆婆對他很好 還幫他長長繞繞長的 去背書 你們感情這麼好 還會一起去吃扇頭火鍋 然後去按讚 感情這麼好 現在你翻臉不認人 好像都是不熟一樣 所以最大的問題是說 許曉晴他過去說 自己是揭蔽戰將 現在變成看新聞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他很難逃避的 一個社會責任就是說 他什麼時候知道 他什麼時候就要協助處理 對 如果他去年初就知道這件事情 要嘛就把檢舉大意媚心抓起來關 要嘛就是幫助離婚 就是開個記者會說 這個我的這個大姑 他受到大姑不當對待 所以請幫他們離婚 社會大眾會給他們肯定 因為你在處理你家族內部 很多家庭都會遇到的一些 需要離婚的嚴重情況 你主動站出來去處理了 而且他如果要去年初做這件事情 根本不會有東陵公關公司 這樣成立 就不會有後面的被害人 後面的被害人也都不會出現 你就不會牽連到朗東 他那個社群事業 他每一個他就是要主打 就是要杜絕詐騙 對 結果詐欺就在他旁邊 就在他旁邊就發現了 而且他現在不就出示 那個陸欣宇的這樣的 這個這件事情 這其實是這個杜秉承 他的公開訊的一個臉書 對 公開的 然後他潑了一個他跟陸欣宇 吵架的內容 吵架內容本身也不是很重要 因為他這個詐欺嫌犯 他講的話可信多少也不確定 但可以確定的是說 陸欣宇的話就退資了 然後那次因為在這個爭議當中 所以陸欣宇的話 那場活動就是由他大姑 去幫忙去做執行的 至少在裝法的部分 確定是這個樣子 意思是什麼 曲曉欣很清楚 這家公司內部有嚴重的衝突 然後他的這個姐夫 跟他的這個姐 就所謂大姑 其實內部關係已經錯問題 這個在什麼時候 11月8號 他的活動11月17號辦 對 他辦了這個時候 完全你都沒發現有意嗎 不是應該陸欣宇來 怎麼換了就是他大姑親自出馬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他也裝不知道 有這麼多的這個環節 他都可以知情 透過要嘛是台北市議員的方式 去處理 要台北市商業處去查一下 這些人頭公司的資金是不是正常 或跟檢調去檢舉 或透過他社會影響力 開記者會去處理要離婚的這件事情等等 他什麼都不做 就連被收押了 他都不把消息講出來 收押到第19天了 你就說怎麼 因為有可能有媒體就先問他 先去他才被動性的這個回應 這就是薛曉欣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平時揭蔽天王 當必就發生在你隔壁 你的親戚的時候 他就切割開始說 我開始後悔離婚了 難怪台灣的結婚率這麼低 然後開始扯東扯西 講一些有的沒的不相干的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薛曉欣他真的是慌了 他已經完全沒辦法迴避 他在這件事情上面就屬於 睜眼裝瞎 然後完全就是當做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川哥再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基隆的部分 因為明天 東岸商場他的民事的訴訟 明天要審理了 可是今天就有新的東西了 這操作其實蠻高鴻安的對不對 那高鴻安操作就是有哪出事 那可能棒球場什麼的就會端出來 那我們看到的是 基隆市政府有一個叫做 基隆政策推廣大使 政策推廣大使 而且這個不是說 我叫你當政策推廣大使 你就可以一直做 沒有他是限定的 2024年的政策推廣大使 找的是之前民眾黨的寶寶 楊寶貞 楊寶貞說對啦有 然後我是因為認同謝國良的理念等等的 可是奇怪了 沒有這個頭銜 基隆的志願也覺得很奇怪 是什麼時候又多了一個 因為本來就有發言人了 那發言人之外 所以發言人對政策不瞭解 不然你為什麼要載一個政策推廣大使 基隆市的發言人 我們在東岸廣場看到的時候的發言人 叫做余志銘 你記得嗎 他不是也開直播 然後不接受訪問 對 可是各位知道基隆市政府 在3月25號 就是我們現在在說的 不跟一個月前 又聘了另外一個發言人 叫李宣偉 就是國民黨的副發言人 經常出現幾個字 對 所以就那時候黨中央有意要救基隆的狀況 基隆市現在有兩個發言人 他們兩個的分工 按照市政府的說法是 他們會再討論兩個人的分工 現在這兩個說了還不夠 現在再多一個寶寶 那寶寶的投影叫 2024基隆政策推廣大使 我跟各位講這個就是黑官 黑官 什麼叫黑官 因為市政府沒有這個開 除非寶寶去的時候 是用臨時人員 我可以聘一個臨時人員 然後這個要有這個缺 臨時人員不是兇雄 市場有要審議上的 臨時人員薪水五萬幾萬 好 然後聘了之後 然後我從此請他兼發言人這可以 但是謝國良你要講清楚 他是用什麼職缺 那如果他志工 好 這第一個他職缺要講 第二個寶寶不可能做志工 那個做志工 一個女孩子沒有帶 沒有一個子去做志工 沒有宗教還在做志工 那第二個最有可能是什麼 第二個最有可能就是 基隆市政府有哪一個專案計畫 要求註點人員 各位記得嗎 郭郭龍那個案子 電動機車那個案子 不是要註點人員嗎 要兩個註點人員 那這個專案計畫 是不是就是電動車的計畫 這是威肯公關 他們那個案子 對不對 威肯公關相關的公司 那個註點人員 是不是這個第二種可能 第三個是謝國良 還有其他專案計畫 用裡頭的錢聘的 這三個如果中了其中一個 那寶寶的薪水跟寶寶這個 為什麼他是廠商的人 又可以當市府的推廣大使 除非他跟安心亞一樣 因為安心亞當時投標 安心亞是觀光大使 對 那安心亞人家去投標的時候 就已經跟基隆市政府講說 我們寫的是安心亞 我們不是別人就是安心亞 搞不好這因為安心亞 才能夠當 這個 第四種 就這些講完了 基隆市政府說不下去 也不是市政委的錢 也不是秀商的錢 也不是志工 最後謝國良就說我自己付 怎樣 他上面寶寶不是自己付嗎 寶寶過在那裡 罵什麼什麼民進黨的什麼 政國會 他第一章出來的時候 他是不是說這一個是市政府的 後來那個林佩祥跑出來說 沒有啦 謝國良自己付的啦 後來第三個又說那個是市政府的 郭媚的那塊肩膀都聽到 所以他在楊寶貞你什麼職位 然後我再問喔 接下來關於電動車的說明 關於東岸廣場那些法律問題 接下來的說明 以哪一個人說的為主 以余志明說的為主 李謙偉說的為主 楊寶貞說的為主 楊寶貞說的為主 還是安心亞說的為主 安心亞不會講 就這三個人到底誰講的為主 那這個楊寶貞如果每天跟在謝國良旁邊 那就是發言人 但他講的算數嗎 他能代表基隆市政府 推廣大使不能代表基隆市政府 推廣大使是推廣一個形象 那個韓國瑜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白冰冰也是高雄市的推廣大使 每一個月一個 基隆市政府要跟大家解釋 到底楊寶貞的缺是什麼缺 千萬不要在市政府又搞一大堆的黑官 我請教一下基隆有很缺發言人嗎 很缺政策推動代言人嗎 楊寶貞的新工作就是2024年 政策推動代言人 你們現在很缺政策幫忙論述的是不是 不是很缺一直都很缺不是現在才缺 其實謝國良市長很有趣的點是這樣 他從過去我們五個月以來 基隆市已經換了三個代言人 我們從11月去年11月的時候 我們在議會裡面 要審一筆預算叫做什麼 叫做基隆的城市代言人 那個時候我們基隆市政府 他還要賣個關子說 先不要講這個代言人是誰 你先通過我們這一筆預算 要花1200萬 請一個城市代言人來代言我們基隆 怎麼樣 幫忙行銷 幫忙宣傳 幫忙包裝 幫基隆講話 OK 那個時候我們在市議會裡面 雖然爭吵不休 最後國民黨當然還是強行的通過了 這個1200萬 要找一個城市代言人 結果我們得到的是什麼 就是在跨年晚會前 他就公佈了我們這個城市代言人 叫做安心雅 OK 好啦 我們就邀請這個可愛的安心雅 來我們基隆幫我們代言 在那個我們基隆的跨年晚會過了之後 我們就再也沒有看到安心雅了 從過去從1月到現在4月了 我跟你講 因為我想說代言人是誰 你說之前高雄有白冰冰 這個我有印象 但是我就想不起來基隆代言人是誰 我今天Google基隆 然後就是代言人 然後跳出安心雅的新聞之後 我刷一排全部沒有新的 這只有去年12月6號的新聞 就沒有了 對 而且1200萬你算下來一年 這是一年的預算 1000年晚會算下來一個月100萬 一個月花了100萬在安心雅身上 可是安心雅這4個月來 都沒有幫基隆講什麼話 也沒有幫基隆知道什麼像 什麼都沒有 而且再來我們接下來就看到了 因為謝國良市長不是1 2月的時候 正在忙著東岸商場 強行點交嗎 接下來就到了我們3月的時候 就是謝國良市長開始被罷免了 開始有人開始講他罷免的事情了 他就順勢的推出了電動機車方案 對 在電動機車方案這個時候 謝國良市長就推出了這一個 叫做基隆市公益機車 電動機車推廣大使 有一個網紅叫做許悅 也是一個可愛的女生 這個許悅她就是一個 應該是YouTuber吧 所以這個YouTuber她就來代言了這個 幫忙我們基隆市拍攝這個電動機車 相關新的方案的這個照片 我那時候看到我想說奇怪 安心亞跑哪去 安心亞不是我們的城市代言人 她其實這個時候不用再多花錢 也不用再另外請人 你就直接找安心亞 繼續來代言這個事情就好了 結果不找安心亞 這時候再找另外一個許悅 這個小朋友 這個算是一個新的網紅來這邊 幫我們代言 幫基隆市代言 OK 這也就算了 而且我們為了要找這個 他的這個代言費跟相關的案子 找到半天 現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明目 市政府有編這個預算出來 然後再來很快的 這兩天出來新的新聞 楊寶貞又要跑來基隆市 當然我們什麼 政策推廣大使 說真的包括這個什麼 宣推廣大使什麼 這些大使的名頭銜 都不在我們基隆市政府 正式的編列裡面 說真的有可能 他可能是這個臨時人員 他有可能是用另外一個明目 放在我們基隆市的某個地方 要不然就是 就某個局處的什麼什麼 把過來給他的頭銜 也有可能他們全部都是 對謝國良市長真的非常有愛 全部都不用錢來這裡代言 這樣保保會越來越散 也是有可能 那我們看到說 像是楊寶貞這樣子 這是從各地跑來基隆這邊 其實楊寶貞這個有一個特別 政治的意涵在裡面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 謝國良市長不是正面臨這個 罷免的危機嗎 實際上在罷免 我們新聞也有出來 其實有一些是小草 其實是這個柯文哲的支持者 跑來這個希望能夠推動罷免 那你就發現 其實在民眾黨的支持基層 會燒燒 燒得燙燙燙 是希望能夠罷免謝國良 基層想要跟謝國良對決 所以謝國良怎麼樣 就找他們的頭 找他們的這個主要的人 找柯文哲 或者是找楊寶貞 找一些有一些這個民眾黨 相關這個降爭異位的人 希望能夠透過他們頂端之間的 和盟 結盟 能夠來舒緩他們基層 對他這個罷免的壓力 希望能夠透過這樣能夠促成 讓這個基層的小草 不要再對他這麼憤怒 有效 因為柯文哲說 他不贊成基隆市長的罷免 柯文哲已經表態了 今天態度是很明確 之前是講說政治的東西 不對 可是法律的東西 不用政治解決 所以他的態度一直都很清楚 所以他現在說 因為你有照顧我的寶寶 那我就支持你們 不是啊 寶寶這種人才 然後你怎麼會讓他請辭呢 然後今天講了很多寶寶的好話 可是寶寶你要注意 然後他就問到說 那寶寶選鬆信的話 是要批藍袍還是要批白袍 柯文哲的回答有意涵 他說怎麼不是選基隆還是台中 他把他推出去 就是鬆信 你不要想了 這個貴如果是這種好貴 不是你寶寶可以承受 你就去別的地方去開疆癖土 那有一個部分 我就想說奇怪了 你們現在又有代言人 然後又把這個 這叫官銷處對不對 官銷處裁掉變成叫 然後那時候 謝國良有一個說詞 他說 像基隆這種好的城市 好的東西 就不需要一直行銷 所以基隆現在變壞了是不是 不然為什麼 需要一直行銷怎麼了 董豪哥 不是 突然要抓抓頭 要想一下 我不知道他要行銷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基隆有什麼政策 城市都要行銷了 不是 城市都要行銷了 那幹嘛把 可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現在基隆他怎麼行銷 你知道我剛剛為什麼一直抓頭 我在想我如果台北市政府 蔣萬恩 如果花一千兩百萬 找一個明星藝人代言 然後他只出來一次 你會不會瘋掉 一千兩百萬耶 一千兩百萬可以做多少事情 基隆又不是預算多到 多到可以到處亂話 我們進化成八百多趴的那個 容積獎勵 我們都沒話講了 那個已經是正風的了 所以怎麼會 就是說 你怎麼會去幹這個事情 找楊寶貞 找寶寶來 其實就是楊謀嘛 沒有很複雜嘛 就是怕小草嘛 怕小草真的把罷免搞起來嘛 找寶寶來就是來滅火的嘛 分散嘛 讓小草的力量分散掉啊 就算有一些 現在連署過了 就算有一些人真的真的進入下一階段 你罷也罷不起來嘛 他們有什麼很複雜啊 寶寶在柯壁那邊沒角色嘛 就是沒有角色嘛 有角色的人現在就不贏了啦 所以寶寶就很閒嘛 謝國良找我我就去嘛 可是江啟臣找他他沒去啊 那個問盧秀燕的副市長啊 中間穿正引線的是盧秀燕的副市長 因為台中已經沒有空間了啦 對啊 就是移民政黨 縣市議員都很客氣啦 都很擠啊 都現任的嘛 都現任的嘛 對我所知那個其實台中跟台北 都有想要招手跟楊寶貞 對 你說國民黨的嘛 對嘛 可是楊寶貞他自己還是心向著柯文哲啦 但是柯文哲要不要啊 對他覺得跟柯文哲付出很久 所以楊寶貞還是想要回到柯文哲這邊 柯文哲已經滿了 這次就趁著基隆的機會 柯文哲把他放到基隆去 然後去做這個藍白河 因為楊寶貞他的年輕人上蠻受歡迎的 那個很多發起人他們都是小草嘛 同情票很多啊 小草天使來跟大家這個求情 楊寶貞姐姐來跟大家說 不要去霸這樣 那為什麼柯文哲會特別去派楊寶貞去 基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所以柯文哲就是看到誰比較有錢 就優先幫誰 就楊寶貞很有錢嘛 這事實啊 那他現在去幫謝國良 謝國良有沒有欠他人情 欠他人情之後 以後在民眾黨選舉的時候 議員的位置或是選舉的資源 惡性集團會不會支援 可是問題是基隆 各黨都很滿耶 但是如果是給的是錢 政治現金或資源 他布定在基隆 就布定一定要搶一席就對 他有其他的 可以給人力 其實如果柯文哲認真推 基隆我覺得他會有 可是到時候 藍白 藍白無黨籍之間 一定會有很多 很多矛盾 會有很多事情出來 其實2022這一次 這個市議員選舉裡面 民眾黨在基隆推出來的候選人 其實好幾個 都已經覺醒了 對 他們都已經公開 公開退黨 對 因為怕被戳掉 有遇到一個說 基層其實真的是 對選人者相當的不滿 從候選人 到基層的支持群眾 所以說他現在需要 要楊寶貞來幫忙 做這件能夠緩和 對楊寶貞來說 當然來基隆就是有一個 進可攻 退可守的狀況 他不確定可不可以進國民黨 或是還要繼續留在白色 不過在基隆這個 親黃不戒的狀態 他還可以有一個一席之地 最喜歡讀書的 國文老師 那我請教一個部分 因為謝國梁發了一個冊子 是 讓基隆更美好 十六大工作成果 這份我是不知道多高 你有帶來嗎 我現在也沒拿到 來 開多少錢 這個品項叫做施政亮點手冊 花的錢 一百三十六萬五千塊 他們坐 他是怎麼發放的 是挨家挨戶都有 還是你去基隆市政府可以拿 還是怎麼樣 我再猜他可能接下來 他是會在他的施政說明會裡面 發訪 因為我們一般人是拿 目前還沒有拿到 但是這看起來就是很像是 他施政說明會裡面講的內容 應該就是那樣子的東西 一百多萬 花這個錢 都不用議會要通過還是什麼 這個不用 這個應該我們現在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案子 應該是 他應該是之前夾在別的裡面 因為說真的 你要做一般的施政宣傳 不會有人說反對 你本來 你任何地方所長 這都會做這樣的事情 只是說剛好在這種時候 而且你在這些重大缺失的時刻 你總是並重就輕的講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 就會引人疑鬥 但事實上 你說地方所長 是不是會多 多少會做一些政治宣傳 都會 真的這個就叫做執政優勢 利用這個 現在這種時候 利用這個機會 來去講一些 對大家來講 其實無關痛癢的事情 其實他施政說明會也是一樣 施政說明會所講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一些 無關痛癢的東西 但是他就把它一直往臉上鋪粉 那現在這本書 其實就是多了一本書 貼在他的臉上而已 你會閱讀這個東西嗎 沒有 第一個這個有問題 如果這個印兩千本 他一本要到680塊 那這個 對啊 這很恐怖 對啊 你算很快 對啊 因為我們以前印書 就知道 印書有印書的成本 你花多少錢 重點是 通常應該是在下一次 要連任的時候 你會出一個這個東西嗎 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做得不錯 讓我再繼續做下去 他這麼早出這種書就是 他才做沒這麼久 對 所以這就是一種 這種欲概迷障 然後就其實反而透露出 他的這個心虛 事實上這是沒有必要的事情 那更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他 他是不是出的奇才 因為我最近又看到 還有一個新聞 那個議員可能知道 他弄了一個400坪 人工草皮公務 台灣基隆天氣是很爛 是怎樣 人家人工草皮是因為 他們有蠻多雨水灌溉的 對啊 就很奇怪 對 而且你覺得人工草皮 實際上是很容易就會壞掉 就會那個過時的 你在戶外的話 人家人工草皮是因為在室內 譬如大樓的室內 像日本的棒球場裡面 用人工草皮 你今天在外面講一個 等等 我有疑問 人工草皮的定義是什麼 我理解的人工草皮 應該是說那個韓國草那一種就是 比較漂亮的那個草皮 那他這一個是 是塑膠的還是什麼 塑膠 我們大樓就有塑膠的 叫裁膠人工草皮 那韓國草就是韓國草 是喔 沒有塑膠做但是你 塑膠做 那我公園本來就會長草的 你給我弄人工草皮 講不出來了嗎 你們議員在做什麼 你有辦法回答了吧 其實謝國楊市長 他這個案子 他已經弄到了大概 他說這個案子好像是 要1000多 也是1500多萬吧 他要全基隆市 好像40處的地方 全部都要蓋成 等等 我覺得你們基隆好有錢 一個發言人1200萬 出現一次 然後這種人工草皮 自己會長草 不要 我要鋪人工草皮 這樣子要1500萬 這就是為什麼有錢人 跟你想的不一樣 你要 我們用一般庶民的這個腦筋 是沒有辦法去理解 我們這個富爸爸 窮爸爸那個心情是什麼 我們看看謝國楊 我們現在基隆市到處 四處都會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就是一些市政府或者是國有的地 然後他可能 本來也就是一個水泥地 然後也沒什麼 然後他就會莫名其妙 鋪了一個草皮上去 我是跟你講 有一些地方 他說可能說 他用鋪人工草皮 是因為這種天然的草皮 這個維護成本過高 所以他用人工草皮 這樣比較不用維護 事實上 事實上 如果說我們來看這一塊的話 這一塊在我們的信二路上面 他就在馬路的正旁邊 旁邊除了一個人行道以外 馬上就是馬路了 這種地方你鋪人工草皮 你希望怎麼樣 有人在這邊坐著在這邊玩 小朋友在這邊翻跟斗 還是說我們家庭在這邊野餐 如果說都不是 它就只是一個美觀的話 那說真的 你在這邊鋪這個人工草皮 我看不出來用意到底何在 消化預算 對 真的幾乎很像是在消化預算一樣 說像這樣子的草皮 它能使用嗎 它基本上不太能使用 而且它很快就是又要太患了 因為沾沾沾沾都弄起了 而且人工草皮是這樣 天然的草皮 如果有東西踩上去 人躺在上面來在上面玩 它壓下去以後 過不久 它就自己就會再長起來 它就會蓬鬆的回來 對 可是如果是像人工草皮的話 不是喔 你如果壓下去它就壓扁了 然後你就需要在機器 需要其他的人工的維護方式 再把它修整回來 所以說說真的 真正算下來 它維護成本並不見得 會比天然草皮來的低 所以說 但是我們基隆市現在就是 不是只有那個 比如說公園 然後很多的地方 現在全部是用人工草皮 用人工草皮 其實它不是說完完全全不可以 你要看它的品質 就像剛才我們主持人 跟這個苦林老師所講的 有一些人工草皮 它也許是適合 比方說像室內的環境 或是等等的 但是你不是整個城市 全部都是可以適合這樣用 因為謝國陽市長 他其實主要要做人工草皮 用意是說 等一下 趙議員 我不懂 我知道基隆 你們有名產叫吉古拉 然後你們有名產叫丁比手 你們現在新的名產 告訴我叫人工草皮 人工皮 是嗎 也許是 可是塑膠工廠師 我記得都在中南部 而且這有一個大麻煩 而且你知道 這個人工草皮這樣會一塊一塊黃黃的 因為我現在常 我常常牽小狗去散步 在公園裡面 那個自然的草皮 它尿個尿就吸收掉 就完全沒有痕跡了 那這個人工草皮的話 它不會吸水 所以到時候那個小狗的尿 就會這裡一摻那裡一摻 會黏在上面 對 對就算是你是有公德心的主人 你會拿一個袋子 把它這個抓起來什麼的 但是如果是這種草皮的話 其實 你不太可能說 你還要拿一個濕紙巾 順便把人工草皮給擦一擦 這個是很難這樣子要求 所以說 你做這個東西 可能不做比做 還要來得更好一點 那這個明顯哥 對於基隆的新的布局 有什麼綜合點評 輕力慢 我來找寶貞來當 其實也有點像發言人 所以 已經有兩個發言人了 不一定嫌多 我看一下那個 謝國良市長先生講說 增加基隆 全國人監督 不錯 我的政論節目 過台已經從去年 從過年前 討論到現在 我上政論 其實都沒有這麼發言人 有這個討論 我上政論節目那麼久 第一次基隆討論那麼長的時間 所以你看 現在老講 選舉離新還有兩年半 寶貞到底要選哪一區 我如果他人才的話 每一區都有可能 畢竟他也算有全國知名度 而且這也不涉及 藍白之間而已 你們當然是希望 藍白加得越加越暗 想好 可是民黨一樣在布局 像對面 志豪也因為趁著基隆 全國知名度也起來 然後我也認為 志豪來選基隆市長也不錯 只是說他可能 就把高嘉瑜的位置擠掉了 我也替我們同選區的高嘉瑜報區 我也認為高嘉瑜 要在我們這裡選議員 比較好 或是去基隆選區 我認為原先 他不是那麼排斥基隆市長 可是看了 志豪最近 這搶起來 他說高嘉瑜 他不是他現在在拉抬你 真的有機會 他現在已經確定了嗎 我最近來問他 因為昨天看PTT 有一批討論很熱烈 我推給他 我貼給高嘉瑜 高嘉瑜罵他 不要幫我找工作 我說不錯 基隆也是你的故鄉 最近能見度也蠻高的 不過我跟你講 選舉快到了 當然謝國良對他來講 民進攻擊他這些 他會覺得委屈 這些畢竟是他做的政經 譬如剛剛講的 一千兩百萬的安西亞代言 去年基隆市議會有表決 他是表決問題 基隆市議會集齊 沒有不是 代言人如果花了一千兩百萬 可是這半年都沒有出現過 這也是一個神操作 當然可以加強 除了跨年演唱會之外 當然其他活動可以再生一下 他那個我吻得不住了 就為了跨年演唱會 花一千兩百萬找安西亞 然後就拜拜了 當然 我覺得找代言人要結合地方特色 譬如說基隆是一個海洋城市 未來包括很多遊輪觀光來 可以去結合 我覺得譬如說 至豪有至於市長大會 我覺得這可以多包裝 我覺得這可以 可以未來宣導的部分有需要 今天怎麼會閉著你的工商時間 拜託 不要小孩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代言人 你譬如說五月天 也曾經代言高雄 那你當然不可能叫五月天 一些導演來 可是譬如說那時候 在我們高雄做捷運的時候 五月天的歌會放出來 然後會五月天錄音廣播 講一些政策的宣導 諸如此類的事情 這些至少都可以做的 五月天很簡單 就是我可以使用肖像權 對啊 那問題是你整個高雄 整個鏡頭沒有看到安心亞的照片 沒有聽到他的聲音 一筆錢一千兩百萬 就零走唱一首歌 唱兩首歌應該沒有那麼高價錢 應該沒有 所以這裡面 跨年一千兩百萬 對 是不是有巡師 不會 這就像是職棒的球團啦啦隊 如果說要找一個很有名的明星 來擔任啦啦隊的隊員 結果一次比賽完了以後 接下來每一場例賽 從來沒有看過他 那你說球迷會不會質疑 會不會覺得奇怪 一定會 那一樣道理 我們找到安心亞來就這麼一次 結果過去四個月沒有看到人 你沒有看到影 什麼都沒有 結果還一直找其他人來代替 有這個網紅 然後現在又是蔣寶貞 怎麼一直有新的人替換 那到底安心要跑哪去了 沒有啦 安心要留給兄弟誰 他沒有來喔 什麼啦 你都會留給溫宣龍 來我們今天還有一個現場的畫面 我們來看 一個是立法院的未還委員會 所以現在租立變這麼大 你主任不能這樣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是司法法制委員會 因為有關於國會改革 那黃國昌他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 現在真的是國民黨的小孩嗎 我們先一起來看 沒有不要跟委員說 我已經跟衛福部的國聯說過了 任何的臨時提案請透過我 我已經跟衛福部的國聯所有說過了 任何的臨時提案請透過我 可以嗎 這是委員全面全面授權 百分之百授權的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網友幫黃國昌那個舉手 就是黃國昌的 上了一個很可愛的卡通音樂 可是呢 那個場景是怎麼樣 旁邊 假設你這個 我 我謝龍姐 你黃國昌 吐了吐了 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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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到你了 趕快 就是這樣 所以黃國昌現在是什麼角色 現在他的主體性是什麼 他的主體性就是 國民黨叫你怎麼樣 你就怎麼樣嗎 而且這國會改革法案 要求是說 民黨要求 是不是我們可以 每一條我們來討論 討論 看什麼人說的比較有得力 沒有 不需要討論 他們就這樣主案的 一直表決 一直表決下去 你怕重要的事情是 關乎桃園人的民主 因為 國民黨桃園的立委 是圖權級 對 結果在衛環委員會 時他的助理很壞 提案通過我就好了 不用直接找委員說明 所以怎麼樣 這個委員是空的嗎 他的主任大過天嗎 我跟你講國會主理 你叫國會 叫這個行政官員 說話有時候是怎麼說 這事情 你要跟委員說 你先跟我說 我聽一聽 我跟委員說 還是我跟安排你 跟委員說 這個合理 因為有委員很忙 各式各樣的部會 都要來討論那很難 通常透過助理跟主任 先做第一道 這樣好 可是這個 這個事情不是這樣 這個委員會 委員會 那召集委員 王毓民坐在那裡 所有行政的人員 李冠先生 能坐在那裡 花休息五分鐘 大家要去便室 休息五分鐘 鄉庸這個衛福部的官員 要去找圖權級 解釋說 跟那個案是怎麼 可能六五歲 怎麼 那個主任就搶那個衛福部的官員 說你也不用說 有什麼臨時提案 直接經過我 我是全部被授權 百分之百授權 沒有人這麼大型 我你看過面 王毓民也怕 王毓民那個標準 你說那個是什麼 那個甘立委 沒有人這樣摸 你如果要叫行政官員 說這些事情 有時候都頭來暗去的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我來告訴委員 我發到這麼大聲 還去用錄音起來 到目前為止 這個人沒有出現 這個人叫什麼 這個人叫做胡孟宇 胡孟宇 跟我們一陸王宇很有名 講話都很大聲 辦公室的作例很大聲 然後就有一個同名同姓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先說 有一個同名同姓 以前是東吳大學 這大學思潮研究社 裡面有一個叫做胡孟宇 就做一些 性有關的事情 這網路都有 那天都要討論 也是討論性有關係的法案 所以可能 可能是怎樣 撞到他 我搞不清楚 這個有可能同名同姓 你自己說 這個人是不是你 因為我們東吳大學 海鮮的這個立委而已 從那個大學 新屋 那幾百六 那客家莊 海鮮 這就加這個立委而已 途選吉 你剛才做議員 勾一勾一勾一 怎麼去拆這個作例 你也要出來改選 你的作例現在是立法院裡面 大家都知道你們作例很大 你要出來解釋 不然我們待在那裡也很老闆 真的 桃園現在 你是新科立委 好好聘助理 如果這種助理 你絕對不適任 我全投影的人都在命裡 那你就要考慮 要不要換助理 庫林大哥 你覺得現在國會 是一個什麼樣的國會 黃國昌是一個什麼樣的黃國昌 黃國昌是道德的長城 是良心的燈塔 是民主的防波堤 是正義的北極心 其實我 這個梗你上次用過 這已經是網路上大家固定用的 提到他要先 古代可以其實嘗試 古代的皇帝都 前面就很多那種 那不是皇帝架崩了以後 才有那麼多次 那所以你看 其實看黃國昌最有趣 黃國昌 我們今天談徐曉欣 這兩個一模一樣 就是我們今天用徐曉欣的標準 來檢驗徐曉欣 不堪文問 我們用黃國昌的標準 來檢驗黃國昌 不堪文問 你不要講 譬如說帶頭的那件事情 當年黃金平被帶頭的時候 你在那邊喊什麼 偉大文書 這太離譜了 對 現在這個事情 我們要仔細的了解 到底是什麼樣回事 完全是兩個人 我就講黃國昌 你就變成了一個 從前你最討厭的你自己這樣 那但是所謂的這些 什麼國會的改革條例 這些東西我覺得都OK 沒關係 因為這些事情 其實老實講 我的猜想 合理的推測 那個明顯不要說 我說證據確鑿 民進黨不在乎你推這些 你推好了 你推了最後 你就是遭到民意的反思 因為國會調查權這個東西 其實很久以來就有了 但是最早是什麼時候 2004年319槍擊事件 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 你說立法院通過的 大法官四字585號解釋違憲 所以你國會的調查權 你就不能侵害司法權 你就不能侵害監察權 這是應該 中學生就應該知道的道理了 所以你要弄這些東西 你就是弄到最後 就算你有本事把它通通通過了 我去四個縣 你通通都沒有了 所以你在那邊擺搞什麼東西 所以我在國民黨 跟民眾黨在那邊嗨什麼 尤其這個 然後年金的東西更是這樣 年金條例大家不是很生氣嗎 說為什麼這個 居然讓國民黨過了 過了我跟你講 柯建民就是要讓你們過的 柯建民幹嘛故意不在 假動柯建民不在 去陪院長去巡視 我就是 你覺得這個理由 我就是要讓你過 因為我如果不讓你過 這件事就沒了 我讓你過 然後大家說 就可以讓選民看到你們的嘴臉 你們就是要回覆這些 什麼是8% 你每一次 你每次在討論這件事情 你每次在推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引起大家的憤怒 我們好容易 你今天在嫌什麼 公教人員的年金 退伍金多低多低 我跟你講公教人員 最低最低的退伍金 也比工人最高最高的 退休金還要高 你還要搞這個東西 你只有激起人民更大的反彈 所以不要中了老科的檔 老科就是要你們好 你們推你們弄 弄到一個違憲 弄到一個引起人民反感 到最後倒霉的是國民黨 尤其更倒霉的是民眾黨 你要你就支持那邊 要就是反對 假設在中間不投票是怎樣 你們現在八個是已經變成幽靈了 是不是 你們只會去賣聊選舉 然後不會在國會開會了嗎 川哥 我們有一件事情 感覺快要破案了 什麼事情 我們昨天不是講那個盧森們嗎 盧森們 現在記者就去問 前前後後我給你問一下 前後左右問完之後 葉元之說 我沒有幫忙投票 盧憲一說 我沒有授權別人幫我帶投 羅廷偉說 我投完之後 我都在前面 我都沒有看後面 然後呢 他假拚這個廖仙翔 廖仙翔說什麼 不方便回應 yes or no的題目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沒有是不是你要證明說 就是你要跟大家講說 沒有我是親白的 這不是我試的 不是我 沒有他講說 不方便回應 這是國民黨封口了嘛 就是都沒話說了嘛 我跟各位講 立法院很多攝影機的 韓國瑜一定看過攝影機 韓國瑜一定知道誰 跟董營那大高鐵 你不會帶我幫你倒影 錄影帶交出來 第二個 現在一陣子國民黨會說 阿董跟五歲一丁學忠 誤會是丁學忠對不對 對 錄影帶裡頭 看丁學忠有沒有坐在 盧縣一的位置 如果有 這丁學忠剛好桌都要開槓 叫廖仙翔 叫醫院支全軍都要開槓 這有可能喔 理會大家換來換去 那就誤會為丁學忠 這是第二種個人喔 第三個 那個盧縣一的位置根本沒有人 那根本沒有人 我可以提醒各位 這是立法院這些新科委員 第一次投票喔 按的鈕是按第一次喔 第一次你如果想月圓支 月圓支連議就不知道怎麼議嘛 照姓雄來說一直旁邊給他加嘛 我告訴你你要插 出席要先議 然後才能按嘛 可是為什麼 如果旁邊坐的那個廖仙翔 他也得倒影 一定要有人跟他講啊 說旁邊那個他倒影一下 那個沒有來 你倒影一下 一定要有人教嘛 新同學哪會按 我覺得萬一不小心按錯了怎麼辦 對 就是說新同學怎麼會按 一定是有人跟他講 好 那月圓支說不是他 羅廷偉說不是他 然後現在就是剩下那個廖仙翔 對 廖仙翔說不方便回應 我是建議這樣啦 大家觀眾喔 要讓立法院壓力 讓韓國的壓力 落那麼大口出來 沒有真相 沒有真相 欸這眾的又要怎樣 又要協商 又要協商什麼啊 有就沒有就沒有啊 那國民黨如果真的有這一個人 那國民黨的三長白菜 叫那個四個人 把大家發這個啊 說我們的連六福之 抵倒這裡 成立真相調查 我們 我們搞不清楚 我們新同學 唱也不知道怎麼去 那我給大家發這個 這大家再說 你不能這樣呼呼呼呼呼呼呼 說啊好啦好啦 以後這樣 那以後要這樣就對了 我長有說啊 就靠這個 靠底下也第五十幾張 有軍事也五十幾張 再把高金順利 陳超明再拿來 那黃國昌八張 大家要表決一陣子 來 大家來比啊 來我出八張 黃國昌八張 好黃國昌你可以走了 你不要這樣 這樣比老千喔 不要再比啊 不然就打地鼠嘛 比十三張那個 不然打地鼠這樣炒 炒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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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不然人 你說人 如果是立法醫都向往去辯所 這另外一回事 人出國去呢 沒有在台灣呢 沒有在立法醫裡面呢 立法都這樣幫他錢 這樣以後就 以後立法醫那些表決都不用看 因為都不真實了嘛 因為都可以代案了 韓國瑜你做了這個決定 接下來你要負起 所有歷史上的責任 立法醫院如果要負責 大家對立法醫的表決系統 都沒有信心 所以韓國瑜回頭師 你把錄影帶交出來 認不出來 這個如現衣2B鉛筆膚色的 我們幫你錢 頂學中 我們幫你錢 這沒問題 全民都很高看 所以趕快把錄影帶交出來 韓國瑜就是定調說 不然這樣啦 這道就不準算 而且呢 他不去想說 那到底是誰按的那個鈕 他只要追究一件事情 就是議事人員 有一個幹事 他把卡片給了那個 包哪個委員 插進去 有人插進去 我們一直插進去 他不去追究後面的 他就是停在這裡 那這道沒尊審 我們就下次再戰 這樣可以嗎 國民黨真的是很喜歡到處去騙人 激起涉嫌詐欺嘛 為什麼 他現在要怎麼去圓這個事情 就是說他要追究責任 可是只追著就到 誰把卡插進去的這個責任 對 可是插卡這件事情的責任 是很輕的 為什麼 因為插卡你沒有投票的話 那票等於就是你沒出席過一樣 他沒有贊成 沒有反對 對議案完全不生影響 所以就這插卡來講 本身插錯卡的一個行政責任而已 沒有到刑事責任這麼嚴重的一個程度 但問題在於說 誰按的這個表決了 誰去幫國民黨去按的這個領 這個才是重點嘛 結果韓國瑜就輕輕帶過 然後當然這件事情就不存在一樣 如果我們繼續去質疑 他們就說你們就是黑韓 你們就質疑韓院長 然後韓國瑜就覺得聲量更高 因為很多人去討論他 綠的就在打他還幹嘛 但你作為院長的 你不是應該要把真相弄清楚嗎 現在這件事情 最大獲利者是國民黨 當初他們自己動員上面 人數就是不夠 如果說他們在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這樣會搞這一出之後 到時候重新投票 他可以再動員一次 讓那些原本在外島的 沒辦法來的人 之前顯遠途的 之前顯遠的 有機會再來 這是一個緩兵之計 因為你冒中投票 這件事情是百分百會被抓到 你人就在國外 就在中國 你怎麼可能會去投票 可是被抓到又怎麼樣 你現在兇手就把他罪責降到最低 就只是插錯卡 誰去按鈴的你不知道 用這個方式之後爭取時間 再同投一次 來造成國民黨想要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跟國民黨 是串通還要演這場戲 民賢哥 需不需要追出到底 原貌啊 不要只是說意識人員插錯卡 然後就這樣結案了 你總是要把原貌還原吧 當然啊 我覺得那個 不管立法院漏席或怎麼樣 都要改正啦 不過上一屆 我記得廖國中之前 也有幫別人按 對啊 然後他就認錯 說我知錯了 我知錯了 我道歉我自己把他寫十遍 不好啦 立法院這壞習慣 藍兒有幫他帶投票 綠的也有 不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是叫做帶投 就是你有在現場 你沒在圍園 我幫你寫 但是這一次是人 根本沒有出選 我覺得這不應該啦 我昨天受訪的時候 他沒有委託任何人幫他投票 我幫盧憲一 不 盧憲一 盧憲一 盧憲一是我們屏東原住民的立委 而且他地方口碑很好 宜星出新的 在地方當過衛生所主 然後風評很好 他不是膚色重要啦 是他不在台灣 對啦 明顯沒辦法講啦 因為你要韓國瑜 砍自己國民黨的立委 那個只有立委有辦法幫他按 這個是不是了不起 我不知道說他要到 比方說立委的考季會 還是怎麼樣 這當然一定要抓出來 不能先 不行 我覺得這個當然一定要抓出來 因為現在是做票 因為盧憲一委員人在中國 他不在台灣 誰幫他投了 因為本人告訴你說 我沒有投你票 而且我沒有找任何人幫我帶投 好 那接下來如果要重新投票 或者是黨團要開會的話 民眾黨你的態度出來囉 黃國昌你這一次 你一定要去簽到囉 那你們的態度 你們這8票要怎麼樣 柯文哲說 他在講那個反年改 他在講年改的一群人 反年改的話 那個叫做王插蛋 那你們現在這8票 你們要做白插蛋嗎 好 那明顯哥最後請教一個問題 他以為還要是我 不好意思 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廖先祥 你坐旁邊 然後說你到底有沒有幫忙按 你會回答這樣嗎 你會說不方便回應嗎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有就沒有 沒有啦 幫人按 你又不用剁手指 他這樣子 他這樣子沒有說謊的問題 對啦 就像他們 不方便回答 就像你去反應公正 很多人都會講說 我不記得 我忘記了 你說是 你有罪 你說不是 你有證 你就說我不記得 所以他是一樣意思 廖先講 趕快出來自首 現在還來得及 因為這樣講就是很可疑 藍營現在為了要洗白徐巧欣 有一些人在群起圍攻什麼 說詐騙車手的淋雨輪 民進黨的 然後徐巧欣大姑 那也是停滅的 2020他買飛行手的外套 大姑的先生還支持過3Q 說他如果 其實基本上 他如果有坐姦犯科的話 跟挺蘭挺滅到底有什麼關係 挺蘭 又不是說你挺蘭或挺滅 所以你就不會坐姦犯科 這其實沒有絕對的關聯性 再來還有一件事 我剛剛其實稍微有講到 我們製作人的那個觀點 我越想越恐怖了 三位對國防部長邱國正 傳出他兒子有一些不當行為 徐巧欣跳出來講說 兒子行為 不用上綱到爸爸 當時想說 這也不是我們認識的 徐巧欣會講出來的話 所以回推到了時間點 327大姑被收押 329他幫邱國正緩夾 如果說他連這個 他可不可以預先鋪設好 你聽了覺得恐怖不恐怖 明天投一時間鎖定行團加油 我們再會